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愣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愣言一千日 第五拜零二日 经文段落 新地设之 聚德明了 流吕十方 德武留爱 明修行著 主题 修行著 劝学识法 华言经 十注品 佛子 此菩萨 因劝学识法 何者为识 所谓观察众生界 法界 世界 观察地界 水界 火界 风界 观察 欲界 社界 无社界 何以故 欲令菩萨 智慧明了 有所文法 极致开解 不由他教顾 以上 萧文 恭请 兼会法师 慈悲开示 各位全球云丹 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愣言一千日 第五百零二日 我们要继续谈的是 十注行当中的修行柱 第三个修行柱 这一段是佛陀在讲 如果 医者正确的方法修行 就会在成就上 就很明显 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进步 以及修行的提升 那如果没有 就是轮回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 如是因 如是果 那一般我们说修行 不是去求一个果报 但是你只要正确的修 他一定有好的结果 所以从现在的状态 就可以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用上功 那这一段是佛陀告诉我们 如果你能够依据正确的方法修行 从事建修 随所发行 安利圣位 那就会有所谓的 甘会 实信 实注 实行 实回向 四加行 实地 等觉 妙觉 等等的这些果位 那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认识他 现在是在实注的第三 那第三个呢 是叫做修行柱 那它是延续前面的发心柱 那发心就是发十种心 十种信心 而让这十种信心呢 圆成一心 那怎么样能够呢 让这个发心啊 不是只是口头禅 或者是理上的认识 而能够真正实际上 在脚踏实地的每天生活中发挥呢 就要第二个叫做置地柱 那现在呢 第三呢 叫做修行柱 叫做心地设之 俱得明了 前面的心 就是菩提心 就是发心柱的心 第二个叫做地 就是所正道的理 就是脚踏实地呢 这个地啊 就是指我们的心呢 能够彼此之间互相验证 道理上是知道 那事实上能不能够做到 做到跟知道呢 可以一致叫做解形一致 解形并重 而且呢 彼此之间呢 可以互相含舍 互相支持 叫心地设之 俱得明了 不管是你的肢鉴上的认识啊 越来越深刻 而且呢 对于实际上的做法 也越来越清楚 这时候呢 就要再进一步 让这样子的解根形 心地的这种修行啊 可以有履实方得无留爱 这叫做修行住 所以现在呢 就是我已经有了一番的功夫 跟实际上的希望 就是要在生活中试试看 你能不能够呢 在此方跟他方 就东西南北四围上下 到哪里都可以 都很自在 那这个叫做真的修行人啊 不管是动静闲忙 不管是在对人对事 通通都能够没有障碍 那这叫做修行 所以啊 在这个阶段呢 如果我们看到华言经 他就教我们要修十种任务 云合为菩萨修行住 菩萨以十种行观一切法 就是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观念 可以修观行 那这个时候的菩萨呢 应劝学使法 那使法呢 所谓观察众生界 法界 世界 观察地界 水界 火界 风界 观察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原来呢 在修行住的菩萨 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一直观察 你每天呢 在做这些菩萨行 我修布施 我就观察 诶 众生呢 在这个布施当中呢 能不能够得到利益 那众生的心里面的烦恼在哪里 要了解众生心 要了解这个世界的 现在的现况 现在的趋势 也要了解法界 所以啊 因观法界性 一切唯心造 其实呢 透过观察 你会更了解你自己的心 也会了解众生的心 再来第二个呢 要观察呢 这个世界的运作的状态 叫做地水火风 人的四大 或者是这个身体 或者是这个环境 都是四大甲合 如果呢 地水火风啊 不调 就会有天灾 那自己的身心啊 就会失调 所以要去观察 地界 水界 火界 风界 那这个就变成了 自然学家 地质学家 或者是呢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那至于呢 你可以成为一个 很好的医生 也可以成为一个 很好的科学家 那不管是什么呢 其实都是在研究 这个所有万物的本质 那这个佛陀的教法呢 其实就是透过观察 而结论归纳出一个法则 就是人能不能够呢 透过修行跟调整 自己的身心状态 而达到极乐的世界 极乐的状态 那所以呢 我们就要了解啊 还要再观察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就像我们现在呢 是属于欲界的众生 那我的欲是什么呢 就是有饮食之欲 人为财食啊 鸟为食王 就知道 所有的人的困扰 就是要什么 饮食男女 对于食物 也是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执着 乃至于需求 那还有呢 还有这个情感的需求 乃至于呢 还有这个睡眠 所以这个欲界的众生呢 就有欲望啊 所以被欲望所干扰 而没有办法自在 那如果能够观察这个欲 是怎么来的 那就可以知道 怎么解决它 那提升到色界的时候 又提升到无色界的时候 你也能够了解 这个每一个境界 应该会有什么状态 那自己是修到 哪一个相应的世界 那透过呢 这些修行 那怎么样叫修行 就是观察了 不管你现在在哪个地方 就是一直不断的用 自己的清净心 来观察这一切的世界 观察自己身心的变化 你就会呢 产生一种 智慧之心 好 那为什么要学这个法呢 其实这就是一个 明白一切万物之理的开始 因为如果呢 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而做 你只是呢 别人如是做 我就如是做 或者是师父叫我做 我就如是做 你就会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 我们有很多的风俗 民情 很多的理所当然 很多的社会规范 很多的世界的运动啊 你可能跟只是跟着流行 你不知道为什么 好 所以呢 菩萨要从这个整个万物运作的状态当中 去学习如何来观察 那这时候呢 你会发现什么 菩萨为什么要修这十个法 因为这个修十个法 这种观察法呢 就可以让菩萨的智慧明了 所以这里讲 欲令菩萨智慧明了 有所文法极致开解 不由他教顾 好 我们常常以为呢 学习佛法 就是要背佛经啊 送佛经啊 或者是呢 每天打坐啦 拜佛啊 或者是呢 听师父开示啦 或者到道场去做义工 那这个感觉好像就是一种学佛 可是佛陀呢 是一切智人 他说学佛的目的 就是要让自己 启发跟佛陀一样的智慧 而最终成佛 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那有智慧的人不是只有在庙里当有智慧的人 他在生活中也是可以展现出有智慧的状态 甚至于做人做事说话应对进退 或者是在某一个专业当中呢 他都能够自觉觉他觉醒圆满 所以这是有智慧的人的标准 因此呢 每一个人心当中的佛啊 他可能有不同的形象 但是基本上呢都叫做智慧 智慧的圆满 那如何能够启发这个智慧呢 佛陀教我们呢 可以用观察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智慧 而且呢 当我自己能够知道这一切的这种方法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选择 我今天呢没有在道场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很俗 都没有用功 好我今天很忙那你有没有修观察法呢 如果有那你就今天呢就在修这个实柱的修行柱 而且呢慢慢的呢你回到佛经当中啊 有所文法极致开解不由他教顾 试试看呢我们回去拿一本经翻开来 你一看呢就突然明白了 原来呢这一段的佛经就出现在今天的啊 这个生活当中 你是可以对应可以去证明 哎佛法是的确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啊 而不是呢只是数字高格的一种高调的哲理而已啊 所以呢这这一段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修行的关键 你要不要呢让佛法成为一切法 那就是啊 从这个修行开始就会发现 哎有的人呢学到后来只剩下空谈 有的人呢却能够啊跟他的生活合而为一 关键的差别就在这里 就叫做修行柱 所以以上呢这里就讲哦 因为心地设置这个动作是非常重要的 了解了佛法还要去印证他 而且要实践在生活 你才能够啊有履实方得无留爱 那有的人说哎我学佛学很久啊 那为什么还是很烦恼 或者是你去看到有的人呢 哎呀就是学佛好像很久了啊 他还是呢哎说的一套做的一套的时候 你就知道哦他还停在以前的观念当中 而不是真的落实在实修实证的修行柱 啊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归到啊 自己的身口意都拿来啊实践佛法 一样是在修行啊 那实际上的实修会让我们啊 啊不但是理也能够明白 是也能够无碍那就是啊相得益彰 非常重要啊好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阿弥陀佛师傅大家好 我是第二组吴秀娟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要如何落实有违法的观察 保持绝观能够实时体察 有违法上的观察 及落实在人性的实际面上 有时候是知而难行 必须呢信念心中 实时要保持在觉知的状况下 而且在道德面及利益上 要取之于平衡 这个呢正是考验着我们自己的良知 更何况我们身处在职场上 能做到利己又利他的层面 是非常不简单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学佛的路上呢 我们难应该秉持的 有慈悲有悲心跟理心 才能观察到十方界中的众生 又能以何种的心态 去对待这些众生 又能以何种的方法去 度化他们 所以呢我觉得慈悲是我们可以面临 种种困境中 逆境中唯一的力量 慈悲就是把一切都放在心上 却不执着任何一个 在适当的时机 自然而然的做出了利益知识 我们对十方界的众生 仍然应该抱持的有慈悲的心 就像我们词经上面所提到的 我们愿他一切众生 一切佛德的众生 一切有形体的众生 上至最高的天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空中生存的众生 都让他们可以脱离痛苦 没有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所以呢我觉得 慈悲对我们在 最基本的基础上面 我们应该要时时刻刻的 去观察到自心 是不是对众生 有很悲悯的这一块心地 然后呢可以脚踏实地 慢慢一步一步的根源下去 这以上是我的分享 恳请天归法师慈悲开始 谢谢秀娟的分享 的确是如此 真正的慈悲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众生身上呢 可以展现我们自己的慈悲 但是呢同时啊 也因为众生而让我们自己 发现自己是有慈悲心的 所以呢到底是我们在 对众生有帮助 还是众生来帮助我们练习慈悲心呢 所以呢这其实啊都是一种 互相支持的关系 那今天呢师父在厦门 我们在立齐学堂 这是一个很慈悲的法界 是一个慈悲的菩萨的道场 那这个菩萨呢在这个地方啊 师父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实际上在实践 在这个人间的人间菩萨 他叫做叶菲莲大德 他是一个医生 不但是学习西医 而且还学习中医 那他今天呢 在我们师父今天在这边 所以刚好呢听到他的很多的发心 他希望能够让很多的道场的法师啊 都能够身体健康 那这样修行才会生安道农 所以他常常呢到很多地方去做议诊 甚至于有时候呢 从早到晚啊 不但是忙于自己的事业 而且还要怎样 还要去议诊 他永远呢都是笑容满面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师父请那个菲莲来跟大家说几句话 来 那个让我有幸福和培福的机会 今天也很开心 那个师父能到我们的立琴协堂来 让我们的这一世纪 所有经上说的经典 这个我们要精进学习 把最好的慈悲心 在人世间得以 布施给大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师父这次呢 来到了这个学堂啊 他其实在这个学堂当中呢 是要是一个那个牙医诊所 但是他在学堂里面呢 有两个佛堂 这佛堂啊 是因为他在帮助这个艺术家 来做治疗 在他晚年治疗的时候啊 那就给了这个艺术家 一个很大的支持 那这个艺术家呢 是在素佛像的一个艺术家 很知名的艺术家 后来呢 他要离世的时候啊 就把这个非常非常多 就是上千尊的菩萨 就委托给那个菲莲来做 那个供养 那这所以呢 他的这个 他的牙医诊所也是到场 但是里面呢 有好几个佛堂 那同时呢 他自己也发了愿 就是要来照顾所有 法师的健康 还有病人啊 真的是络绎不绝 每一个都有很多的 这个需求 那人在这个时代呢 的确是身体跟心灵啊 都很需要活法 那他今天呢 跟师傅说 说有一些 这个精神疾病呢 是的确是不太容易治疗 那但凡呢 有这样子的病人来求助的时候啊 他都会先 规定他先去学佛 因为呢 真的只有佛法 才可以彻底的 把我们的身跟心 达到一个平衡 而且离苦得乐 那这样子的发心啊 就是要千百亿化身 我相信呢 很多学佛的菩萨 他在这个人间 乃至于在这个社会上啊 就是实际上在把我们 所学到的这个慈悲的理念 去落实在各行各业的 专业的领域当中啊 那这其实就是在修行啊 修行它不是只有在道场 当然在道场呢 我们可以专修 那在人间呢 在所有的时方啊 都能够修行 尤其是啊 在自己的家庭里面 最难的功课 常常出现在自己的身边 那我们在家里面啊 能不能够把所有的家人 都当成是菩萨呢 所以在《华言经》里面 也讲到啊 孝氏父母要怎么样 要把这个当愿众生啊 把这个父母亲 当作佛菩萨来供养啊 那这个才是一种一个态度啦 我们有的人呢 是对法师很恭敬哦 对佛也很恭敬 那能不能够把这一份恭敬心 也拿来对待自己的家人 或者是对待自己的子女 或对待自己的朋友 甚至于到最后呢 你连对待自己的敌人 都能够有恭敬的这种态度 那一定会成佛啊 所以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啊 如果没有佛法 我们真的不知道 可以这样修行 遇到逆境啊 都通通都被转走了 以冤报冤 以打报打 这个是世间的常态啊 甚至于呢 有的人是怎样 还要以一还十 以十还百 那就是要加倍偿还 那一般的人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种因果循环 就会渊渊相报 没有没完没了 那学佛的人知道啊 这就是一个考验 我能不能够借这个境界的现前 我能够让自己的心可以更坚定 而且到最后呢 没有任何境界会考得动 会把我自己考倒 那这个就表示我们已经过关了 所以修行啊 讲起来很简单 但是实际上呢 在生活中 真的是每一关 每一天都在考试 那我们考不过 也不要沮丧 就是再考一次就好了 最重要的是 你要愿意啊 接受每一次的挑战 好 谢谢 谢谢今天的那个分享 师傅是 我是第二组的传译 然后 我在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有看了原因法师 跟这个 宣化老上的这个注解 然后我个人的体悟是 就是 其实我们的心是很有力量的 那就像我们现在 只要我们能想象 我们要去到哪里 哪怕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象 我们到师傅现在所在的厦门 或是纽约啊 或是法国 我们其实就是可以 马上就可以到那边去 那甚至很多虚无的空间 比如说 我们在读三材童子 五十三餐的时候 马上可能可以看得到 当下那个 三材童子在游历的那个状况 只是我们每个人的世界 都不太一样 那所以这个 那怎么样可以真正有作用 其实是先平 就是让 就很像老和尚或宣化上来说的 就是让我们的心先静下来 然后让我们的心能够歇下来 才会开始有这个智慧 把心发展到这个作用 那但是我有一个疑问是说 就是在修行的过程 我们常常在静下来这个过程 就是生活中啊 包括像今天师傅讲 这个观察的过程 静下来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感觉 感知都被放大了 那尤其是在感受到 他人的感受的时候 其实会很 那个感觉会很强烈 那有时候会感到一些 害怕或是抗拒的部分 那这个可以怎么去应对 那想请师傅可以开始 谢谢 谢谢传逸 这个感受到他人的意念 那是因为你的心很敏感 但是呢 同时你也要相信你自己的内心 菩提心不会被任何的意念 恶念所感染 那菩提心的本具的能量 是清净的 是无染的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的菩提心 可以一直现前而保护自己的内心 当我们在立他的时候 又不会被他人的这种妄想心所牵涉 尤其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种 负能量很强的人 譬如说他是抑郁症 或者是他有这个精神上的问题 或者是有一种这个邪念很强的人 这时候你的内心就要需要有定力 所以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尔根源通章 常常教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内心 就是出于文中入流亡索 这个入流这个功夫 要随时守护得住 所以现在看到这个修行柱 你之所以可以有履实方的无留爱 那不是突然之间就到第三个 那因为一般人呢 他听到修行柱就以为 这个就是直接跳到第三个 其实前面这些剑刺 就是要持戒 你的持戒呢 才会保护 你现在可以一路平安 走到现在修行 那真正的戒是什么 戒就是以菩提心为戒 守护好自己的菩提心 不要受伤 那这样子你的菩提心 才能够到成佛的时候呢 还能够发挥最好最好的状态 那如果没有持戒啊 遇到这些境界 要嘛就是被误导了走到魔王的这一条路 要嘛就是呢受伤了 不敢发菩提心 那其实呢到最后啊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 我们先没有把地基稳固好 结果到最后呢 好心的开始 这伴徒就受这个困在其中啊 那这是太可惜了 因为我们已经努力到现在 那如果没有继续坚持到底啊 那真的是啊 功败垂成啊 那所以呢 这中间呢 你要怎么保护自己 最聪明的人就知道啊 只要有听到啊 有任何一个地方 在传授三规五界也好 菩萨界也好 你早受晚受 你一定要受 你为什么还要等到明白完才受呢 那你等到明白 可能这一辈子都不明白 那你这辈子就少了 受持菩萨界的功德 所以呢 不管你懂或不懂 你就是硬着头皮啊 听到呢 有菩萨界赶快去受 你不用问你有沒有资格 只要报名就有资格 不会有人在门口告诉你说 你是哪一根葱啊 因为你不是六祖大师啦 所以不会有人考你 你只要愿意去受菩萨界 你一定可以去 接受到这个菩萨界 因为每一个人的菩提心是本具的 所以只是我们自己啊 常常给自己预设立场 一直拖一直拖 拖到最后呢 拖到明年再受 后年再受 你到时候就不会想了 所以今年有菩萨界赶快来报名 那已经受过的呢 就要鼓励 没受的 你要跟大家讲啊 你看我从受了以来 到现在呢 也没有什么损失 而且还得到好处多多 所以啊 这就是大家的发心 我们要鼓励更多的人 一起来发菩提心 那这个团队呢 越强大 我们的力量啊 就会增上 好 那谢谢传逸